话说三阳的车子对于英语不好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考验 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买了一台阿尔法 让我去开开眼界 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心想 这小子什么时候发财了一百多万的丰田阿尔法居然买得起 实际的情况是我去了一看 你这哪是阿尔法 你这明明就是一个寻意三百呀 你还给我说你买了阿尔法 他说寻意三百应该叫阿尔法 今天咱们和大家讨论一款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叫什么名字的车 我还是习惯性的管他叫小钢侠 对于老款的小钢侠 在去年拍万元踏板推荐系列的时候 我就想去拍 但是据说这款车马上要升级 所以一直等到现在 咱暂且管他叫2022款的小钢侠 和老款比这一代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 主要是升级了15047门水冷发动机 这个动力系统应该和三杨的火凤凰 寻意150是同款的 前后双通道的ABS 四透镜的大灯 前后都是正新的搬热绒轮胎 以及增加了左右的护手 前后12寸的轮毂再配合着前置油箱 不过说到这个前置油箱 存储量有点小 六升多一点 其他方面液晶的仪表 三段可调的双减阵 再配合着无钥匙启动 总之逼格挺高的 升级了这些相应的价格也从过去的11000多变成了现在的15800元 15800元的这个定价是低于三杨的火凤凰 又高于三杨的飞度四的 你这么一算的话 这款车是不是挺具有性价比的呢 当然老款的小钢侠也并没有停产 如果觉得价格高 可以去直接去买老款的小钢侠 2022年作为下信的30周年 看得出来厂家是要搞大动作和其他的友商过过招了 这款车估计很快就会和大家伙见面 有机会的话 咱第一时间去试驾一下 大家伙觉得如果让你加1000 从飞度四变成小钢侠 你愿意吗 我愿意吗 我愿意吗 我愿意吗